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前面我们讲了 在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注册流程 前面我们讲了一个在启动页面 增加动画效果还有播放视频 今天我们就讲一个注册流程 注册流程里边有这么多 然后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效果图 这一边呢 这是创建账户 注册的时候创建账户 输入一个邮箱手机号密码 这时候会弹出一个 访问他的一个地理位置 应用的一个位置 位置的时候呢 可以这里面可以选择切换一个国家 这里面主要是选择手机号的时候 选择一个 显示一个国家的一个 手机号的一个前缀 比如中国就是086 这是建立基本资料 这个界面 可以编辑头像 这个名姓 然后第三步 就是注册第三步 就是添加付款方式 这是大概的一个注册的一个流程 我们今天呢 主要是在 在注册里面 增加地理定位的一个功能 访问用户的一个位置 我们在我们前面的信息里面 前面的一个项目里面呢 像这个 团团转里面 也包括地理定位 我们只需要 前面听过的话 这里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在这里加一下 在我们优博里面 加一下一个地理定位 大家放这边 把我们的工程打开 这是我们的一个测试工程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这是我们的一个 弹灯转 弹灯转项目 测试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工程文件 这里边我们运行 我们先看一下 回顾一下上一课 上一课的 播放动画 然后完成之后 播放一个视频 这时候呢 我们要增加地理定位相关的 就按照我们这个步骤 首先我们在我们的info 配置里边呢 配置文件里边 增加这几个关键字 ns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拷过来 这个的意思呢 就是说 不管是在前台还是后台 都可以访问我们的一个位置信息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在我们的应用使用的时候 也就是在APP 在我们前台的时候 在使用我们的地理位置信息 这两个 我们可以只写这一个 看一下 它是不完类型的 yes 然后第二个参数 大家要注意第一个参数 它不会自动提醒 第二个参数 其实它里边有一个 有这个参数 比如我们用键支队 ns lau tion 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自动提醒的 这个参数它没有自动提醒 我们要手动把它加上 然后描述信息 描述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一个效果图 其实就是下面的 我们以 此设置 就这一段描述信息 前面是系统提示的 这一段 然后下面这一段 就是在这里设置一下 我们一次设置您的乘车位置 并改进我们的服务 您可以在隐私声明中了解更多 好 这就是一个描述信息 这样我们就捡完了相关的一个 配置了 然后把fislocation这个函数 在团圆转里已经用到了 我们直接把它写成 用swift的语言实现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参照一下 oc跟swift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 首先我们导入一个 或者新建一个 我们新建一个类 这里边我们就建好了 导入相关的一个库 考虑定位相关的库 考虑定位相关的库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一下 我们这个传承理是怎么实现的 稍等一会 看还有一个参数 让我们这里实现一下 有一个manager的参数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拆上 这个选择 这个选择 两个人 一个人 这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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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看一下 有个其他 选择 我们可以直接跑过来 这是一个函数 要习惯一下swift的一个原来的写法 好看我们这里怎么写 然后对应的出示范 这样就出示范了 对应的我们这里的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这里边设立下代理 然后还有一个精度 这里可以直接搞过来 这里边我们实现 实现这个对应的一个 冰心频率 我们这里就100米 好参数说的完之后 我们按理这 updating 更新我们的一个位置信息 如果是iOS8以上 那我们因为我们程序是iOS8以上 所以请求用户的一个授权 好 下楼梯子完成了 这里边呢我们实现相关的一个代理 是manager 是manager 里边这第一个change 我们就写这个 slope slope 把我们的这个 studios studios打印出来 看是不是成功 然后这里边 然后这里边呢 这两个参数 这两个代理 一个是更新位置的 ctl 看下这个 update update 看我们的 还是这个 这里面调用我们一个 search city这个方法 看一下 这里可以写成一个search dress 根据这是反地理编码 根据我们的一个坐标来获取当前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名称 这里边我们就直接调一下 好 就完成了swift版本 这里还有一个functions 这个update 这个是一个数组 这个update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里边我们同样是 这是数组呢 我们就以这里边的一个元素 然后这里面停止更新 停止更新我们的一个位置 看这里面 看这里面 我可以去点 我可以去点 好 现在就可以在设备上运行一下 在编译的过程中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反地理编码说 其实可以讲一下 其实里面就是一个 好 好 好 我可以去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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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可能有点慢 把它注视掉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屏幕 我们这里还没有加上我们的一个调用 我们可以做一下简单的一个测试 我们在这里面声明一个 我们加一个点击登录的事件 除了的话 在我们的这里面我们做测试 用一下我们的登录按键 点击登录的时候我们进行一下地理定位 点击登录 点一下 好 启动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看一下它的一个 看一下它的一个地理定位的一个效果 我们点击一下登录 好 这就是谈出允许用户授权的一个提示信息 刚才我们讲了 这里我们点击允许 好 这样允许了之后 如何来根据当前的一个坐标来获取用户的一个 一个具体的一个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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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要进行一个反地理编码 这就是根据我们的经纬度来获取具体的一个城市或者地点的一个名称 这里边我们看一下这里边的 它其实就是一个block或者是一个海处框 这个里边它是有值的呢 我们就进行一个获取 避免程序崩溃 科学变量引起的崩溃 好 运行一下 大家看到的这个 看到点一下 然后他就获取 获取到这个位置信息了 大家可以去自己试一下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定位的一个功能 有了这个位置 然后这里边的一个优宝的司机就可以去那里接我们 这就是他非常 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其他的APP中也会用到 好的 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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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